像我们这种比赛 它更多的是会采用一些 我们汽车行业内的前沿设计 我们是希望通过产业的力量 来发现培养和输送适用人才 电动车推广 所以急需要新能源人才 就启动了大学生电动方程式 实际上要为国家培养新能源汽车的人才 就我们一直说年轻人是行业的未来 因为这个赛事的话 是每个学校的几十个学生 有的学校可能有上百学生 去用一年的时间 去从图纸开始画起 去造一辆车 其实是能够充分的去培养 我们年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了 对于促进年轻人和企业之间的交流 大学生方程式也越来越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在这边的学生方程式也越来越来越多了 对于促进年轻人才 在这边的学生方程式也越来越多了 对于促进年轻人才 在这边的学生方程式也越来越多了 对于促进年轻人才